从没见过这么残忍的杀人手法 先把女人杀死 再铺掉人皮 做成皮罩 制作成人皮灯笼 后在灯笼上点上七星灯 让女人永世不得轮回 这样的灯笼你敢用吗 死者名叫小荣生前是一名戏子 与律师阿辉两情相悦 可惜天不随人怨 阿辉的老板熊爷看上小荣 于是就想从中作梗 熊爷知道小荣的师姐阿辉 对阿辉心生好感 便按地理和阿辉达成交易 让阿辉将小荣送给自己 小荣得知阿辉的心思 便偷偷找上阿辉商量对策 谁知刚巧被阿辉撞个正着 阿辉当即怒不可恶 伸手就要打死小荣 阿辉赶紧出手阻止 结果失手将他杀死 阿辉心有不甘 临死前发出诅咒 死后势必不会放过他们 另一边熊爷得知此事 也赶到现场 他以此为要挟 要让小荣和自己在一起 可小荣誓死不从 于是熊爷丧心病狂地 叫阿辉活活打死 小荣伤心欲绝 也跟着阿辉殉情 死前在阿辉左手写下情字 这一幕让熊爷更加气愤 他决定要两人生生世事 都不得相见 于是利用邪术 将阿辉的尸身 埋在三衰七败处 让阿辉倒霉时事 世事不得安营 而小荣的尸身则被剥下皮 做成人皮灯笼 永世不得轮回 转眼三十年过去 阿辉投胎转世 但他从小梅玉缠身 出生时左手还自带残疾 三岁丧母 四岁丧父 七岁加入黑社会 毒马骑士坠马 打麻将被人说成剧毒 连上个公共厕所 也染上了花柳病 总之就是摔到家 最后没办法 只能去给警察当县人保命 他的上限叫大眼光 这次他得知 东城西院有一大批人马 聚众斗殴 便特意让阿辉混在其中 打探消息 可阿辉是个怂包 见双风打的人羊麻烦 害怕自己受伤 便躺在地上装死 结果被当场抓包 眼看阿辉就要被乱刀砍死 关键时刻 一阵白烟飘过 众人纷纷倒地 阿辉夺过一劫 尽管阿辉不明所以 但眼下还是逃命要紧 于是来不及多想 便撒腿就跑 与此同时白烟过后 一个女人手提一盏灯笼 飘然而至 她就是小荣的鬼魂 小荣死后一直栖息在戏院 因感知阿辉有危险 及时出手相助 随后小荣找到大眼光 替他们引路 将剧众德欧的一伙人 抓回警局 为首的大老爷就是熊爷 但他视力庞大 大眼光根本扳不倒他 最后只能将其放走 引走前熊爷认出阿辉转世 他嚣张地对着阿辉留下一句话 阿辉因为这句话 像是触动了某种开关 当即口吐白沫 浑身不停地抽搐 脑海中还闪现过前世的记忆 随后便晕倒在地 等到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医院 一个神秘大叔见他乌云盖顶 倒霉至极便提醒他求助 四婆转运 结果还没等阿辉反应过来 大叔就转身离开 疑惑下阿辉追出门外 但此时哪里有大叔的身影 只有对面并创了一具尸体 阿辉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 没运当头 就连鬼魂都能近身 另把找成四婆 寻求转运 四婆见阿辉硬堂发黑 必是失处有因 于是做法寻找破解之法 他口中念念有词 接着将米洒入浮水当中 让阿辉从里面去看前世记忆 不一会儿画面便回到了过去 阿辉看见和小容在一起的灌王 可惜还没来得及弄清真相 一只鬼手便从里面伸出 吓得阿辉连连后腿 幸好四婆用燃烧的清香阻拦 才得以赶走鬼舍 阿辉对于刚才知识心有余计 联盟问四婆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婆见阿辉执着 只好将实情告知 四婆告诉阿辉 那只鬼手是阿辉所发 他死前怨念太深 已经跨成厉鬼 如今别无他法 只能先将小容救出 而现在小容的魂魄 被熊爷用七星灯 封印在人皮灯笼当中 只要七星灯不灭 魂魄就永不可出世 唯一的办法便是用爱人精血 在鸡蛋上写下对方名字 才能将其召唤 阿辉救人心切 立马照做 可惜熊爷阵法太香 阿辉指尖血犹如流水般控制不住 好在小容及时感应阿辉的召唤 费力将七星灯熄灭 顺利逃出法阵 两个苦名颜养终于相见 小容轻轻将阿辉左手转开 只见阿辉手中 正是小容临死前写下的一个情字 阿辉的记忆犹如泉水一般 涌入脑中 他终于想起了全部 原来自己的左手并不是残废 而是用手捂住了小容的那份情意 与此同时 小容告诉阿辉 咽下他们想要解决难题 必须先将阿辉的尸骨转移 这样才能破解三衰其败 于是阿辉找到大眼光寻求帮助 两人来到当年阿辉葬身之处 大眼光负责挖出骨灰 可结果一不小心 却将阿辉的鬼魂放出 阿辉化身厉鬼攻击他们 阿辉集中生智 赶紧打电话向四婆求助 四婆在电话里口念 大日如来佛经 阿辉利用喇叭扩大声音 阿辉听到后 痛苦难耐 最终被击退 两人成功拿到骨灰 另一边的熊爷正在搬进祖坟 他想利用风水宝地 让气运不断 阿辉他们趁此机会将骨灰 透天换日顺便把熊爷祖先骨灰 放在了三水七败处 这下想必熊爷也能尝到 时事倒霉的快乐了 事情搬走后 阿辉他们就来到阵法处 将小荣的人皮灯笼偷走 可没想到熊爷早就有所准备 他派出一众小弟就要将阿辉砍死 危急时刻熊爷死对头出现 他们拿着枪将熊爷小弟全部干掉 熊爷见识不妙 立刻跳窗逃走 可此时的熊爷根本不知骨灰掉包之事 刚逃出险境 就被一群人马躲在了警察门口 如今熊爷见自己没孕 接二连三 只好挟持警司与阿辉单挑 他孤注一掷 使出邪术使自己刀枪不入 阿辉自然不是对手 就在此时 大眼光及时送来四破留下的一个锦囊 他打开一看竟是童子尿 眼下顾不得其他只好 泼出一事 大眼光将童子尿泼在熊爷身上 只见金光闪过 熊爷刀枪不入之身被迫 可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不敌 很快阿辉被熊爷狠狠踩在脚下 关键时刻 阿辉奋力一搏 猛地推开对方 捡起关公大刀 直接刺入熊爷尸体 最终熊爷死在 关二爷的神像前 而阿辉和小荣相拥在一起 可毕竟人鬼殊途 小荣和阿辉还是阴阳两隔